發出一個很響的驚叫聲 然後還沒見到那個人可以用這麼短的時間 跑速七十樓下 就衝到樓下 基本上是連大跳走下去 走到地上的時候 一衝出來就暈倒了 這麼誇張? 字幕提供 各位同你RoleGate 信不信由你 歡迎大家收看游靈開始 是我阿Ken 還有我的拍檔Colin 和大家見面的 在開始之前 記得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 要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每個星期上來 還記得逢星期一 令神令時 記得收看我們游靈開始 記得是本地的頻道 4.2號台 以及COMCAS193 好了Colin 我們之前也說過一下搭電器 我們今集就說一說人物 我們今天也說一說這個叫江湖人士 通常我們一聽到江湖人士的時候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嘩 我有霸氣 你去那些什麼中堂密中堂 有關而過 應該感覺上 他們看到的東西都不會那麼害怕 最害怕是什麼呢 可能最害怕是王氣 你害怕那些更多於害怕靈異 但是今天我知道你帶了幾個故事 是說一說一些江湖人士 遇到的靈異事件 會是怎樣反映的 我記得有一集我講過 江湖大哥吹燒那裡 好笑的 觀眾的反應是很開心的 笑得很開心的 你知道你一說吹燒 我又不會以為是什麼吹燒呢 總之就是說 其實江湖人士 他們好話不好聽 就是刀鋒口見血的生涯 所以他們其實生生死死他們見慣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真的不會那麼容易嚇到他們 死都不怕了 但有時當你兜口兜面遇到的時候 你下色其實都是不會想走 OK 一個故事 就是江湖傳聞 當時如果有一位收了生的江湖人士 和他們四個一起收了生的兄弟 已經是轉型了 已經不再是李江湖人士 去引了江湖人士 就找了一些手段 就拿到一些整理食物的秘方 自己開了一間的雲吞麵檔 買豬手牛腩 很出名的 在環頭陷那一帶 當時來說 經常來吃宵夜的 都有很多名人 包括了斐姐 包括了羅技 這些當年很名的一些藝人 都經常在那裏幫助吃宵夜 那件事都頗受歡迎 我不說太多了 因為這件事都很多人物 好了 這位收了生的江湖大佬 和兄弟 那晚就收了店舖 兩、三點 就坐在自己的店舖 就收了門 不再做生意 就在那裏吹水 聊聊天 吃東西 聊聊聊聊 不覺不覺 咦? 看了一錶 咦? 差不多四點鐘 AM AM 旁邊是一間地蹲酒樓 我們叫做 即是那些街坊酒樓 廉價少許的街坊酒樓 他們大概是六點鐘才開門 是 還沒有拿到天干 這個時候回去睡覺又不是 等酒樓開門 喝早茶 又好像還喝點時間 突然間有一個 其中一個男生 他的兄弟 就說 有一間很出名的酒樓 在村龍那邊 那些天然的山水 山泉水 蔥的茶 特別香特別好喝 村龍是新界那邊 近代武山那邊 洪水橋 那邊 叉燒包又好出名 點心又好出名 大包的雞包也好出名 還有茶很漂亮 突然說一下 越說越想去 我聽過 這間酒樓是後期借了給拍戲的電影公司 就拍這個白鮮飯店人族叉燒包 借了給他們 是啊 我就是記得那個 為什麼會找那間 因為外形像澳門那間的白鮮飯店 所以就借了他們來拍那場戲 但是那間很出名 附近那些 很多的街坊 專門開車去享受那個早茶 因為水滾茶很棒 如果有幾個人 就覺得 幾個人是成家 所以 你想想 他用一些方法 拿個秘方來製作雲登棉袋 就知道那個高湖 收到生意的高湖 是很喜歡吃的 對飲食的執著 他有個出名的 他有個金舌頭 基本上他很厲害 他可以吃過的東西 他可以吃完之後 他可以從那些味道 知道有哪幾種的調味料在裡面 然後他就會回家 自己鑽研去製作 很快就會製作那樣東西出來 那自己的TVB劇集 很厲害 當時的那條秘方 他用了手段 拿個秘方 製作一個很出名的牛腩 都是 那個師傅 就算怎樣都可以 不肯把全部的秘方給他 但是他吃過那個師傅的牛腩 他知道那種味道 他拿了那部份的秘方 然後回去研究 他製作出來 又不一樣的 很厲害 八角三泉 對 類似這樣 當然我用了好方法 去監視的份量 都花了很長時間 但終歸都研究出來 所以很厲害 這個村路酒樓 那邊那間酒樓 很棒 有某間酒樓很棒 決定即晚開車 四點多鐘 駕駛到他 剛才五點多鐘 他剛才開門 差不多 正好時候 就探索早茶 那四個人就慶之所自 一起坐在車上 開車 走到那邊 經過洪水橋一大 那條路 就駛到那裡 轉到那裡 當中有一個 因為是林天哥 在車上 很開心 躺著躺著 事後 他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他有了知覺的時候 他發覺 車拋得很快 因為是開得很高速 一輛是那些 很小的CVic仔的車仔 很小的 日本那些吉寶車 很美的CV仔 CRX 類似那些 四個男人坐在裡面 其實都很穩陣 但當時開得太快 車是彈得很強調 那天其中的份序 當時就彈醒了 就看到另外三個人 臉上是鐵車色 即是說 大家都是江湖人物 正所謂 踢油斬人 即是見慣這些大場面 都說 認識他那麼久 還沒見過那些三個人的臉 那麼聰明的吧 嗯 他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問什麼事 但是三個人都不出聲 一邊就開車 但這條路 就不是去喝茶的 是回頭的 好 OK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問了他們都不回答 直到呢 一直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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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回他們的店 剛剛隔壁那間酒樓開門了 那一就二話不說 就去那裡坐下 叫一碗茶 喝茶 然後三個人呢 看著他們三個人拿著一杯茶 要打驚 在那裡喝 定驚 那那個人就覺得 難道遇到警察 不是啊 我們都受傷了 已經拔文世事 就算遇到差不多都不怕 又沒有犯法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邊就死了 他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那三個人喝著淡茶 就開始 美美到來 究竟當時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幽靈開始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幽靈開始 而我是Ken 和Connor 繼續分享這個 八仙飯店也好 農村酒家也好 紅水橋也好 的靈異故事 其實就完全不關那間酒樓市 因為他們只想去那裡喝茶 因為出名 誰知他們繞過那條路 就要經過紅水橋一帶的路段 原來後期 隔了很久 那三個人定完經 才慢慢跟他們說 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平時他們都去過 他們不是第一次去那裡喝茶 他說去那條路的時候 那段路 原本應該是大概五分鐘的路程 就洗過那段路了 天空氣色又不是太陰暗 天空光又有一點霧 他就發覺駕駛了很久 駕駛了五分鐘 為何還在那條路那裡 駕駛過後覺得 我不是走錯路 問旁邊那個人 他說沒有啊 平時也走過這條路 是否我們今天走得慢 所以駕駛了這麼久 然後來遇到有個婆娘 在這條路上有個婆娘 很難得向她們走過來 她就看 她婆娘這麼好 現在揹著一個 擔著一個大蠻蠻 兩個大蠻蠻 然後安裝了東西 說這麼早 四點鐘 她婆娘搬出市區買菜 那裡有些農家的婆娘 種圓菜 拿出去市區買菜 那時是很流行的 說這麼早四點鐘 拿出去買 這麼厲害 她又好奇 洗慢一點 控制她 看著她婆娘 看到她們的車 慢慢洗過來 她婆娘一笑 打一招呼 她婆娘很容易認人 因為我婆娘的臉上有些紅印 就像中無岩一樣 另外一邊有些大蠻 所以一眼就很容易認人 她婆娘的樣子都挺奇趣 奇趣 什麼形容詞 對 有這樣的形容詞 也挺奇趣 或者叫標誌 然後她就問 婆娘 出去買菜嗎 停車 然後我婆娘說 不是 我買這些 你要不要 她們三人就撞 她說 錯 一大拿的元寶蠟燭香 金銀衣紙的製品 她說我買這些 你們要不要 錯 我們當然不要 不理她婆娘開車走 走到這段路 還是在那段路上 她覺得很古怪 神祖流年撞的婆娘買金銀衣紙 已經覺得很不道理 但是那條路上 走了超過15分鐘 還在那條路上 莫非傳說中的結界 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結界 但是最邪的地方是甚麼 當她多走了5分鐘之後 她迎面再見到這位婆婆在她們前面 繼續走過來 她即經過時 她的房子還說著她們 又是那塊瓦 那塊瓦 那塊很表致的樣子 不是吧 是不是孖山 那三個人已經覺得很不妥 但沒理由 再走多5分鐘 都還在那段路上 她們覺得已經很邪 然後她們在第三度 再見到這位婆婆在她們前面經過 她們還看著 依然是那個瓦 依然是那堆金銀衣紙 是同一個婆婆 因為那塊瓦 那塊紅紙 和那塊奇趣 那塊奇趣的樣子 是不可能有三包胎 所以她們知道自己出事了 所以二話不說 那位都算是一個車手 一旦扭到樓梯 將車搖一旦掉頭 沿途就掉回頭 就走 走得很快 很快就不用5分鐘 就過了那條路了 但總之她向前走 就怎樣走 都是在那段路 應該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結界 我有一個問題 Colin 你的經驗 或者你們聽過那麼多 其實會不會說 在什麼時間上 是容易撞到這些地方 不是撞到這些 這些經歷 又或者說會容易進入結界 結界真是很難說 但通常聽說 人們走入結界之前 當然是遇到霧 我永遠與霧有關 就算不要說靈異事件 我們說在我們 十九界 陰謀界 我們陰謀論界裡面 即是說UFO 所有的靈異個案 神秘失蹤個案 所謂遇到外星人 被外星人老走也好 神秘失蹤你也好 這些所有個案 必定的場景一定是有霧 鬼霧 好像與這些有牽連的一樣 因為在過往出名的幾宗 在我們陰謀論界裡面 傳得最多 譬如是一對夫婦 一對西方夫婦 他們是在美國中部的一個州 就放假 駕駛車去另一個省 探訪她的親戚 原來經過霧 失去知覺 他們有兩輛車跟著 後面有一對夫婦 是妹妹和妹夫 而失蹤的夫婦 有名有名的 兩對夫婦都是醫生 不是那些香川無知婦孺 那兩對夫婦 在下面的妹妹和妹夫 就在下面兩輛車 穿過霧之後 他們駕駛不出來就見不到他們的車 就只駕駛她的妹妹和妹夫的車 自然走 為何不見了她的哥哥和嫂子 直到目的地的時候 都不見了他們 我開始發覺 不知道是否在霧裡 炒車 掉到山之路 就去報警等等 後期 當年新聞有賣 這對夫婦 原來是初過的目警 就斷了片 當他們有片的時候 車子繼續走 馬上很害怕 停下來 接著 發覺去了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 他知道在哪裡 還沒見過 然後 原來他穿越了一個好雨的地方 過了一萬公里的地方 出現在墨西哥的另外一個城鎮 但真的有那個城市 阿根廷 阿根廷領事館 接了他們離開 因為有兩個人坐進了他們的城市 又沒有簽證 然後就要他們打電話 這邊的親戚 叫他們去接兩夫婦回來 這個反而有跡可尋 你說剛剛是在新聞那裡的 好了 好 萬能的網友 又到你們 小時候 但阿根廷領事館 我已經不太記得 我要找回 因為我知道我有 因為我平時要講這些古靈精怪故事的時候 我不是只講鬼故事的 但當然這個個案亦牽涉了霧 所以你說會否在霧中出現一些結界 這就真的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 我們已故的一個華裔 一個很出名的華裔科學家 張守成先生 他發現了天使粒子 而天使粒子和之前撞擊測試時 發現了上帝粒子 這類粒子是為何會很重要呢 上帝粒子被找到之後 霍金就開始參與 在他身前臨死之前 就開始參與一個研究 是研究量子泡沫 甚麼是量子泡沫呢 量子泡沫是一個量子空間 即是你會不會是黑洞那些 他的理論是和愛因斯坦的蟲洞理論一樣 只不過蟲洞理論是在太空某一個位置 而量子泡沫的理論是 這個空間是存在於我們的四周空間 找到上帝粒子 就有機會找到反物質和暗物質 而找到這兩個物質的話 就有機會用這些物質 打開這個量子泡沫空間 我們就可以穿越所有的地方 原來多拉A夢是靠這個粒子的 好 那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休息一會 遊靈開始 歡迎回到第三次的遊靈開始 迎有我Kate和Conan 繼續和大家分享這些故事 剛剛那個多拉A夢的徐爾門 那個故事的例子 講完了 但如果各位觀眾 對上帝粒子或科學理論 有興趣的話歡迎 你可以在網上去找 因為在網上有很多 很詳細介紹上帝粒子的作用 為甚麼叫上帝粒子 就是我們原粒子有六十一粒 這是最後一粒被找到的粒子 為甚麼呢 所有粒子 我不是物理學家 我看完這些新聞之後 我用一些我們內文的解釋 就是每一個粒子 其實是一種能量 不是質量來的 我們現在現有存在的所有物質 都是一種質量 好了 這粒子原本是一個能量 但為甚麼會變成質量呢 就是因為有上帝粒子出現 有chemical reaction 就會產生質量 而這個上帝粒子 在出現的時候 撞擊短短0.5秒而已 所以要捕捉到它是很困難的 直至到雙撞擊測試時 首次捕捉到的時候 就證實了這個理論是存在了 我們現在存在的所有物質界 因為有上帝粒子 所以找到上帝粒子 就可以找到反物質和暗物質 我會想做多些 research 我覺得這個值得我們講一集 而張索成先生找到的天使粒子 就更加利用一個很厲害 因為所有粒子都有正反兩面 大部份的粒子都有正反兩面 但這個天使粒子是正反同體 它是正反同體 所以找到這個天使粒子 對科學家來說 物理學家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為甚麼呢 找到這個天使粒子 就可以製造量子計算機 即是量子電腦 量子電腦的功率就非常厲害了 因為找到它 就可以計算到很多東西 甚至乎人類如何穿越宇宙空間 都可以計算到 為甚麼呢 因為天使粒子 是因為它正反同體的關係 現在我們所有電腦的計算模式 就是01100 這樣運算下去的 即是我要計算一個 即是科學家 用一個最簡單的解釋理論 就是這個粒子的量子計算 這個理論是甚麼呢 厲害的就是 如果有一條程式 即是現在的超級電腦 最先重的超級電腦 要用一百年時間去計算的程式 如果用這個量子計算的程式去做的話 0.01秒就可以做到 嘩 這樣也很厲害 因為電腦要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 慢慢運算下去 它是同一時間的 全部一起做 因為它正反同體 它不再需要什麼0.1.1.0 它本身就是0.1.1 這件事是還要研究的 張秀成先生初步找到這顆 天使粒子 但還未有機會去進一步研究 因為張秀成先生 找到這個 情緒病 抑鬱病 自殺過身 很可惜 否則它的團體繼續去找 對我們人類的公演很大 如果它的團體的朋友 可以看這一集的話 我們歡迎你 請你們上來這裡 和我們做那個集吧 所以 人類將來可以穿越空間宇宙 當然一點都不奇怪 只不過 現在科目還未去到那個境界 我很期待這一天 對 好了 說起來了 那裡有結界 江湖人士遇到靈異個案 他們都怕掉頭走 另一宗更神奇 更好笑 其實不是很好笑的 我們旁觀者覺得很好笑 因為當時來說 我不在場 我也是因為聽那群叔父在說 那件事很有趣的就是 有一個江湖人物 也是一個平時大大隻隻 上半身紋殺 整本中華英雄那些 是吧 Pullo Kitty 水展龜 很厲害 很厲害 那些很高的 那個光湖人物很高 六尺 一寸高的 那個光湖人物 八塊腹肌 不是六塊 你想想 他的身體有多長 在那個區域裡面很出名 就是 很凶狠 很凶狠的 一個光湖人物 有一次他們在那間很出名的 雲吞麵檔 那間很出名的雲吞麵檔 就在那裡 吃東西 吃東西 吃完之後 喝了幾杯 就說 很累了 我明天要開工 我走了 我回到雲吞麵檔 他住的那間建築就在正對面 那間是七層大廈 七層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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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條樓梯 是可以看到 我們外面人 可以看到這條樓梯的通透 我知道 他住七層大廈 住最頂的一層 他說 那些人送他上去 其他幾個 人士在那裡 繼續喝酒 聊天 就看著他上樓 其中一個人就看到 這樓梯是長髮飄逸 美女的那樣 不知道是看露養 但長髮飄逸 身材不錯 在七層大廈 準備下樓梯 看到他就上去 他就好奇了 你猜他會不會聊那個女生呢 好 他們整天就開始注意到 那兩個人的交回 那個大哥去到第七層大廈 那個女生剛去到樓梯口 兩個互相碰面 然後 他們就聽見那個江湖人物 發出一個很響的驚叫聲 啊 然後 還沒看到那個人 可以用這麼短的時間 跑速七層樓梯 就衝到樓下 基本上是連大跳走下去 走到地上的時候 一衝出來 就暈倒了 那麼誇張 然後就湧過去 發出一個人 被人砍追斬 都沒有叫他走得那麼快 但是那時候 為什麼那麼快呢 救醒他之後 事後的過關 他上一代 原本他也是想著聊這個女生 因為半夜三角 有個女生走過 他們的江湖人物當然會聊 當他抬頭一看的時候 那個臉 是沒有臉的 那個女生 而這個沒有臉姑娘 在他們那一帶 都算是出名的 這位女鬼 好多人見過 只不過他沒想過 他會親身遇到重點 這麼近 我都希望我這一輩子 都不會看到這個 因為我只想像 都已經覺得很恐怖 但如果大家聽過這個 武面姑娘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可以聽到一些資料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多一些資料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由零開始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拜拜